可以再保一条 我一直希望这部电影有一些诗意化的段落 诗意是靠激情 诗要有激情 通过自己所有的电影首都完成诗意化 那么电影的影调就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 它给你带来的那个丰富感 电影真的是个无止境的东西 越拍越觉得电影好难啊 这拍电影很难 真的怎么样的能够去探索一点 做一点点新的表达 主要是要实际上你得跟这个影片本身共振 创作者你本身得有这个激动 你得有这个热情 你得热爱这里的人物 你得热爱这个电影本身 你才可能把你的所有的精力 完全的全部的投入进去 我们都会重复来很多遍 这样的重要功率题材是可以拍好看的 是有它的艺术性的表达的 尤其在这次1921里更让我感觉得到的是 越经典的题材其实才越有长久的生命力 这个是被时间考验的 当然也只有与时俱进的重新诠释 才会使一个经典题材获得真正的鲜活的生命力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去推动它实现的 拍摄这样的主流的主旋律的影片 其实也在改变着我们自己 也是希望像这样的影片能够越来越多 作为一个电影人 也希望说能够将来为主旋律电影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感谢观看